原始天尊看着郭清,聊久不语,一向之后,他终究还是开口了,道,说实话,如果不是你早出生了上千年,你才是天杀郭清最大的怀疑者。 郭清尴尬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道,晚辈也没有那么厉害,竟然能够成为天杀孤星,原始天尊又道,那家伙乃是一个强大的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每次重生都是他的变强期,也是他的虚弱期,如今频道确实怀疑你那儿子乃是天杀孤星,郭清瞳孔就说,他没想到原始天尊果然相信了,他急忙道,老师, 大宝他绝对不是天杀孤星,请你相信我,我可以作证,他绝对不是,而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亲自去看一下。 原始天尊摆了摆手,道,你不用着急,我只是怀疑而已,并没有认为他就真的是天杀孤星。 不过他皱了皱眉道,频道确实跟天杀孤星打过照面,而且不止一次,对他,也算是熟悉,他看着郭清,眼神有些古怪,道,两天前,老夫亲自去了一趟放寸山,也看过那个孩子了。 他身上确实没有天杀孤星的气息,孤星顿时冷汗下来了,震惊的看着原始天尊,他没想到原始天尊竟然已经去过方寸山了,还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看过了大宝,想到这里,孤星看毛直立,背后冷汗直流。 若是原始天尊想要谋害大宝,那么大宝岂不是已经完蛋了,想到这里,他就后怕不已,心中惊惧和后怕教职,想要发怒,却是找不到发怒的由头,因为他也是让原始天尊去看,人家也确实去了,只是没有按照自己规定的时间去看而已。 不过让郭清放下心来的是,原始天尊看过之后,并没有认为大宝就是天杀孤星,但是,原始这一句但是,瞬间又把郭清的一颗心给掉了起来,让他紧张的看见原始。 但是,原始淡然道,那家伙极其擅长伪装,再没有成长起来,他甚至能够有办法把自己全身上下的任何一点力量和气息都给封印起来。 郭清一阵错愕,继续听着,只要他乐意,能够经意把自己的全身力量和任何气息,世上有关于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封印住。 不让任何人知道,原始天尊万然道,孤儿频道看不出大宝是天杀孤星,也只能说是频道还不够了解天杀孤星。 现在,他是有嫌疑的,但是嫌疑也不大,孤儿老夫还会继续观察他,郭清一阵无奈,道,晚辈真的不明白,为何老师会认为大宝还有嫌疑? 就因为火人公的一句话,就黑的能说成白的不成,他很想拿自己帮产教在白仙争取信仰的事情来说是。 但是这念一想,也知道自己这点忙,其实人家还未必看得上呢,西方教要传教,那是没人能够拦得住的。 而传教也是如此,公亲去监督西天取经,确实能够让佛教传教的比较慢一点,甚至还能够限制其发展的脚步。 不过对于产教来说,那并不算什么,人家的地盘还是那么大,原始天尊道,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大宝有嫌疑,只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实在是太巧了,而且他的身份和天下孤星远落的方向,使得他受到了怀疑,就因为他是我郭清的儿子。 郭清十分泛怒,原始天尊竟然认真的点头,道,没错,还真的是因为这个,郭清不甘道,凭什么,就凭你是郭清,原始天尊认真而严肃道,万古罕见的全是妖孽,你的横空出世,使得这片天空不得安宁,因为你的出现,而且自身的强大,使得你的子女血脉,肯定也有发生巨大的变化。 郭清拧着嘴,她知道,因为她的强大,还不是圣人,却是能够横击圣人,自然而然的就使得自己的血脉变得强大起来,比起很多神魔甚至都要强大,要知道,那些上古时代的神魔,除了一些特别强大的之外,很多都是后期得到天道,他们就算凭借自身的能力,可以横击圣人,却是没有天道。 可是郭清现在有天道,而且她的本身战力,也可以横击圣人,这一切的一切,就说明了郭清,她拥有着当今这个时代最强大的血脉,甚至就算是跟上古洪荒时代的神兽,以及神魔的血脉比起来,也不弱,甚至强盛版分。 天杀孤清是肯定不会偷他神兽的,神魔那边,已经没有听说过谁有后代了,那些出名的强大神魔,他们早已经停止生儿育女了,可以说郭清,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郭清的儿子是最有可能的,原始天尊看着郭清,当天杀孤清也是落下了那边,虽然不能这么证明大宝就是天杀孤清,却是让他的血泥更大了一份。 郭清很憋屈,他很想告诉全世界,他的儿子不是天杀孤清,可是没人相信,连原始天尊,这个亲自去看过的人,都怀疑,那么老实打算怎么做。 郭清只能稳住自己的心中疑惑,原始天尊想了想,到,频道没打算做什么,虽然大宝有怀疑,但是毕竟是一条又小的生命,也不能因此抹去他的存在。 又小的生命,听原始天尊这么说,郭清不但没有松一口气,甚至整颗心就揪了起来,因为如果原始天尊不在意的话,那么他会直接说,他不会在意的。 如今不但说了这么长一句话来解释,而且还用上了抹去这个词,这就不得不让郭清迷改起来了,因为一个小生命,怎么能够用抹去这么一个词? 郭清身体方寒,觉得脚底般有凉气,涌上心头,道,老师,他真的是无辜道,原始天尊一乐,笑着摇头道,放心吧,频道会认真观察他几百年,几百年,又是几百年。 郭清真的很无奈,福飞也是说了,要观察几百年,如今原始天尊,他也是这么决定。 也就是说,如果几百年之后,郭大宝表现出一些妖孽的天赋来,那么都可能引来这些人的强势抹杀。